- 今天我們來看影片的影片,謝謝大家! - 今天我們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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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謝謝大家! - 現在我跟文丹來到Dodonbori! - 耶! - 大家看後面有一個,你看看一口,超大的! - 超大! - 大家來日本有必吃的食物嗎? - 我們的話呢,就是一定要吃壽司! - 那現在在大阪的Dodonbori這裡呢, - 就有Kulassisi的Global期間點! - 我們兩個昨天有經過,就是嚇到 - 它完全跟一般的葬壽司不一樣! - 昨天我們通過了,超級漂亮的! - 超級漂亮的! - 對! - 所以我跟文丹想說,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 介紹這個很特別的葬壽司給大家看! - 葬壽司的國際旗艦店以日本文化為概念 - 做到於大阪的人氣觀光地Dodonbori! - 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 - 內部裝潢邀請到日本知名的平面設計師佐藤可適合設計 - 入口處設置非常壯觀的巨大服飾會 - 以及使用大量的日式採光燈籠 - 融合日式和風的傳統以及現代感 - 塑造出獨特的世界觀! - 那店內的環境呢,非常的簡約時尚 - 大家看整體的色調是不是很清爽很美! - 座位接採用半包廂設計 - 達到保護隱私的同時也能夠確保感染對策 - 哇!他們店裡面整個都是河崩的感覺!超漂亮的! - 這不怕哪裡? - 不知道台灣現在狀況是什麼 - 可是日本的話呢,現在迴轉壽司 - 其實Check-in幾乎都要用像這樣子的機器 - 歡迎光臨! - 雖然他們的畫面只有日文 - 但是牆壁旁邊這裡呢,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中文說明介紹 - 那首先畫面呢,可以選 - 如果你是用手機預約的話就點這裡 - 如果你是來店裡要直接入座的話就點這裡 - 歡迎光臨! - 那我跟文當是直接來店裡,我們就點這個 - 然後這裡呢,是選你們今天的用餐人數 - 那我跟文當是兩個人,所以我們選兩人 - 歡迎光臨! - 歡迎光臨! - 歡迎光臨。 - 歡迎光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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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大約的高臨! - 歡迎光臨! - 歡迎光臨,你們在這裏 - 我們等一下還有書錄嗎? - 歡迎光臨! - 歡迎光臨! - 我們下一個點字 - 那我們就按決定 - 歡迎光臨! - 歡迎光臨,他們這裡的等待室超漂亮的 - 歡迎光臨! 哈哈哈哈 甜椅子很可愛 很可愛 那我跟文藤間的座位號碼是2號 各個箇所裡面有名字 所以我可以去哪兒去哪兒去 哇! 已經有寿司的香氣了 哇! 冰淇淋超可愛 半個室 一般的空間可以吃得到 很幸福的感覺 哈哈哈哈 你去旅行嗎? 旅行 而且跟大家說我們發現一件超特別的事情 登登 然後這邊呢 登登 它打開了這邊有牙籤 還有開瓶器 還有湯匙 還有筷子 那這裡呢就是有一些吃壽司的時候會用到的東西 像是粉末綠茶 還有吃壽司會用到的醬料 首先是醬油 那他們醬壽司的醬油呢 都是像這樣子的瓶裝醬油 然後是可以這樣子用擠的滴 一滴兩滴的醬油 我覺得超方便 因為就不用怕會擠太多 我每次最怕吃壽司的時候 醬油啪就會擠一大堆出來 所以像這樣子用滴的就很方便 然後呢 是這個 登登 就是在吃一些像是心蠻會用到的醬料 然後是鹽鹽醬油 然後呢這邊是生薑片 很多人吃壽司的時候應該都會要搭這個 我跟文章兩個人是不吃啊 但是如果有喜歡吃的人呢 這個還蠻方便的 然後是 哇薩 這個中間裡面裡面的東西 超豐盛的 確實在是這個 金也沒有進去 這裡也沒有進去 真的很好 我覺得醬油是他們非常非常友善外國人 大家可以選左上角的這一個 Choose Language 點進去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語言 像是有日文 英文 簡體字跟韓文 那我們就選中文 然後這裡就會問說 我們要不要玩遊戲 就是那個 吃午盤可以玩一次的遊戲 當然要 YES 然後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菜單呢 就全部都是變成中文 大家就可以非常自由自在的點餐 沒有問題 也可以用手機點餐喔 只要選語言下面的這一個 然後就可以掃它旁邊這個QR Code 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到杖壽司的網站 然後大家看這裡呢 還有茶杯 還有我們的扭蛋 等一下吃完呢 我一定要狂甩扭蛋 Ru仔一直也有興奮 對 一直也有 然後跟大家說 我覺得杖壽司他們這個熱水的地方 很好的是 他們這一種用推的熱水就可以出來的 因為有些是要很大力的按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累 像這個用輕輕一推 就可以有熱水出來 我覺得很方便 謝謝 不客氣 點餐的時候呢 醋飯也可以選一般的量 還有一半 食量比較小呢 或者是在意熱量的人呢 就可以選這個一半的醋飯 那大家看現在左邊是正常的醋飯 右邊呢是一半的醋飯 其實差還蠻多的耶 好小 好小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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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吃吃看甜蝦 那我來吃吃看甜蝦 哇 吃吃吃 在吃火轉壽司的時候呢 最怕他們的飯吃起來非常非常的冰 因為飯非常的冰的話呢 會影響整個魚的鮮度 但是上壽司他們完全不會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最愛的乳酸菌飲料 每次都必點 我們聞檔點了 鰻魚來了 歐買客人超大的 好飽脹喔 好大 好大 你感覺超好吃的 才是很發亮耶 像牛肉一樣 對 超級淡淡的 對 超級淡淡的 而且它那個鰻魚的厚度好厚喔 這個有點像我的想像的2倍大 超級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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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贅沢的 一口就入了嗎 這個就像鰻丼 這是什麼? 對 好吃 口中很溫柔 很大 所以口中很大 全部都是 都是同樣的 同樣的 好吃 哇 我們點的炸蝦手捲也來了 而且大家看 醬壽司他們為了讓炸蝦手捲 完全站起來 旁邊還有這個材質 超級淡的 一種一種的質素 超級淡的 經常ルーちゃんが お寿司屋さんで嫌なやつは 形が崩れてくる事 對 確かに崩れない なんかね めちゃめちゃプリプリでね 美味しかった 食べた瞬間にね プリってきて プリ いただきます プルーティ 美味しいね 我們還點了一份 果然一定要吃一下鮭魚的吧 我們台灣人最愛吃的就是鮭魚了 なぜ台湾の人ってサーモン 好きなの? わーかんないね お寿司と言ったら サーモンなイメージ えぇー 私のお母さんも サーモンしか食べない 具合いい サーモンが好き 烤鮭魚 登登登登 很濃很濃很濃的鮭魚味 脂身がジュワっと出てくよね 脂身がとても美味しいよ うん 美味しい サーモンの醬汁 都有像醬汁的造子 把醬汁造起來 就可以預防接触到一些 比較乾的細菌或是灰塵 これからトゥドサーモン来たじゃん いいね 一個一個一個 わー トゥドサーモン サーモンの醬汁 幸せ 因為是辦各式的關係 就是他真的很保障隱私 而且我們也完全看不到 旁邊客人的臉 美味しい ね 日本サーモンだね www 我們文當點了一個 アカダシ的アラジル 我們文當每次到壽司店 一定都會點湯 うん ラッパーアカダシよ 我跟文當超愛紅味噌 因為紅味噌喝起來的味道 是比較濃的 好香 好香喔 他一上桌之後呢 我們整個桌子就充滿了奶香味 ラッパーアカダシカイトコノ ミシオかな 哇 一番美味しそう 有這樣子的料理 真的是還蠻難得的 就可以適合很多 我可能不喜歡吃生食的人 都可以好好的享受 美味しい 鴨子很高興味 アサリの汁と めちゃめちゃマッチして美味しい 它的蛤蜊吃起來非常非常的紮實 我覺得很像在吃培根耶 超級紮實的 哇 めちゃめちゃカニの量入ってますよ カニのほぐしみですね 文文當最愛吃螃蟹了 美味しそう 我很喜歡壽司加一點扉子 就是會讓它的口感吃起來更豐富 哇 しっかり入ってる 好美味し〜 美味し〜 青葉がまたいいアクセントになって なんかマッチしてて美味しい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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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心滿呢 吃起來超軟嫩 其實我們昨天晚上就想要來吃這個 クラスシ 可是因為真的排隊排太多人完全進不去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一大早就趕快過來了 而且因為他們店裡設計的這麼可愛 感覺觀光客來的話就可以拍很多可愛的照片 普通的 食べるだけじゃなくて 見ても楽しめる そう 楽しいな なんか子供としても全然楽しいし 確かに カップルで来ても楽しいし 家族で来ても楽しいし なんかいろんな相場 楽しめる空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 そうだね まあ今夫婦として来てるけど 突然害羞了一下 やっぱりこういった まあ半個室で 二人で一回食べるお寿司ってのもいいなと思う 文藤現在講得這麼認真 大家知道他其實在鏡頭後面 風凰在吃蛤蜊嗎 カツ 哈哈哈 大家看我們文藤吃的蛤蜊小三 然後瘋掉了 到底有多愛吃蛤蜊呀 カツ 俺のたー カ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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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外れ 絶対今日アタズマでは帰らないよ 我們想說來點個甜點換口味 有提供的甜點種類還滿多的耶 有像一般這種霜淇淋之外 還有像這樣子的冰芒果 還有鳳梨 還有蜂蜜蛋糕 還有日式這種水饅頭 還有提拉米蘇 還有起司蛋糕 跟巧克力蛋糕 還有葡萄的冰沙 跟凍奶冰淇淋 很豐富耶 私はこれにしよ 豆乳アイス 而且跟ナラソー 剛才我也看了一下飲料 我覺得飲料也有提供還滿有趣的 像這個是草莓醋牛奶 還有這個是醋飯可樂 あなたのことがあったら ぜひコメントで教えてください 好可愛唷 他們這個帳戶是自己的冰 很濃厚 身が細かい すごい食べやすい 濃厚 美味しい 1 2 3 8 いい感じがする さっきと一緒だけど 1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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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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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會有一個種 希望下次我們文章可以種這個 加油 你加油 好飽 好飽耶 一杯吃了啊 一杯吃了耶 那我們要結帳的時候呢 只要按下畫面 右下角的結帳 再拿這一張 去結帳就可以囉 吃完了 吃完了 好飽耶 好吃耶 他們不論是裝潢很漂亮之外呢 整個店裡的整潔度啊 跟清潔度也都超高的 半個室也不錯 對 可以進去的 但普通是晚上的旅程 感覺也不錯 那張碩斯呢 他們現在這個一整套 從Check-in呢 就到吃完東西再到結帳 其實都不用接觸店員 就還蠻方便的 可是好像蠻多人不知道 就希望大家看了這個影片之後呢 就會知道 要怎麼進行這些手續 如果大家之後來豆丼 就是也都可以吃吃看杖壽司 來體驗一下他們這個很特別 獨特的世界觀的空間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可以按讚這支影片 然後在下面留言我們都會看喔 那謝謝大家 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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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字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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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後